本屆東京奧運會選手村 為選手們準備的床是用紙板製作的 這成為熱議話題 來看本台記者發自日本東京的報導 近官方驗證承重200公斤的奧運選手村紙板床 從公布開始就引起了廣泛關注 奧運期間更是引起了各國的極大興趣 人們在網絡上熱議各種紙板床的話題 跟我的選手抱著好奇的心態做了耐重測試 阿根廷選手公開的動畫中 他和隊友兩人在紙板床上蹦跳 動畫顯示兩個人一起跳躍都沒有問題 但是以色列選手做出的測試 顯然已經超出主辦方的預料 他邀請其他8名隊友在床上同時跳躍 紙板床終於不堪重負被毀壞坍塌 但事後該運動員也表達了歉意 被稱為人類奧運會史上最抠門的床 一眼看上去我還以為是哪國選手 打包來的快遞拆完沒有及時把快遞箱子扔了 就請你再堅持一周吧堅持到比賽為止吧加油 除了床之外選手們居住房間的內部構造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一個大的房間本分為四個小房間 但對於人高馬大的運動員來說 洗手間和廁所的高度顯然不是很夠 東京奧運沖浪銀牌獲得者日本選手武士蘭 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了選手村內部 一分鐘的動畫將選手村內的各種居住 運動 休閒 娛樂設施都全面展現在觀眾面前 世界觀眾們紛紛表示超出期待 好棒 公園很漂亮 為選手村點贊 世界各個選手們在村內自由快樂的運動 日本粉絲看到選手們享受奧運的樣子 都衷心的為他們開心 新台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